九巴最後一班行走來港城至荃灣餘心廣場的40號線 俗稱熱九巴的飛空條巴士 星期一凌晨駛到餘心廣場巴士總站稍作停留後 便駛回車廠,正式結束在客任務 日後將會轉作工程部的用途 在餘心廣場巴士總站內 未見有巴士迷送別即將要回車廠的熱九巴 看來好像十分冷清 但只要大家細心留意 就會見到熱九上層的其中一架槍 貼上了由巴士迷寫上最後熱九的字條 大家都絕無遺忘要退休的40號線熱九巴 原來這架熱九巴在深夜準備從麗港城開出時 就有超過200個巴士迷送別 由於現場人數更多 警方更加要到場協助維持秩序 雖然九巴至今仍未公布熱九巴幾時正式榮憂 以及到時會不會有送別儀式 但有消息就指 九巴計劃最後一批有熱九巴行駛的巴士線 在星期二出勤完畢之後 將會全部正式光榮退役 OM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